朋友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Jordan對Sanvip 他們這次選的文明是立陶宛跟馬來人 地圖是KOTD5 這個沙漠之王的比賽地圖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立陶宛是Jordan 立陶宛這個文明算是比較難玩一點的 會這樣說是因為這個文明確實不適合新手 但是他的打法是非常多變的 在一些海途中可以拿來使用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一開始 每個TTC都會提供100肉 以前是150 但下修了一點點 算是平衡他一些特殊地圖的打法 那這個100肉讓他上皇封建時代 會稍微減慢一點點 但也不會慢太多 那最主要的特色他的步兵單位呢 是有這個塔盾 可以去升級長江兵的遠防 那個塔盾科技到後期其實也蠻好用的 尤其是打這個戰毛兵的時候 遠防死 對方強弩只能打一滴血 再來就是他長矛兵跟矛兵 也有這個移動速度加成 所以在封建時代通常可以打出一點優勢來 再來就是他的這個騎士 可以有這個每撿一個生物 加一攻 所以最高可以到四攻 那除此之外就是沒什麼可以講的 哈哈 所以我覺得立陶宛來說算是比較 相對難玩的騎兵國 但是他後期玩的對的話也是蠻強的 接下來來看馬來人 馬來人的話在阿拉伯來說 沒什麼經濟加強 但是他有這個最快提升 十代的速度 十代的速度提升66%加速 這就意味著臭命可以多按幾村 所以可以補正一些經濟 所以到了後期 這個如果你可以越早提升十代的話 其實對話來說是越好的 但也是要看對方打法 跟自己的取捨 那最多打法是這種 直接到帝王時代打強弩 然後強弩 然後配大象打法是比較多的 再來就是點這個金罐 強制增兵 讓這個雙手建兵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製造 算是馬來人的一些主流打法 那他的爪到勇士算是偏難用的 因為他的這個造價 以前是十黃金 現在變十五黃金偏貴 那我記得以前是十五肉吧 還是二十肉的樣子 我記得肉也有漲價 以前就是便宜到小骨短 小骨短嘛 一直按一直爽 現在就是別按比較好 呵呵 按了很容易輸了 那馬來人的話 我還是比較建議 打強弩配大象是最適合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viper 對上jordan的絕樓 骰絲對戰吧 那這個內戰 我覺得 我還是比較看好viper 因為viper也是我心目中的神 那jordan的話 我本人也是蠻支持他的 但是 如果要跟viper之中選擇的話 我是會選擇viper的 因為這個男人 真的是太膿了 就是這麼喜歡會膿的玩家 我從四帝帝國 早期的時候 我就很不喜歡一直出兵打架 我就很喜歡膿 還把自己這個城鎮 搞得很像一個小莊園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種很膿的畫面 我是非常喜歡的 好 這是題外話 好 我們就來看這場比賽吧 全加速以下下 沒意外的話 立陶宛有可能會打這個棒棒開決 或是直接速身封建 哇 玩速身封建 10cp上封建點織布 那直接打落馬 這絕對是落馬開 以前立陶宛有一陣子很熱門 直接打三棒棒 高速棒棒 連對方都還沒有直播的時候 棒棒就到他架了 而且是兩個棒棒 超有殺傷力的 再配上自己的刺頭 黃收村民的打法 那現在已經不常見了 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這個打法非常熱門 感覺有點被 時代淘汰了 這個打法 因為現在大家都急速上封建 這個棒棒能藏到的停頭 也沒有以前這麼好拿到 因為大家也會做提防 看Viper這邊都已經在繞對方家裡了 看對方的地形 有沒有搞一些奇怪的戰術啊 然後Viper其實都是 偵察住了難找的 哇靠 結果打棒棒的是Viper啊 好 那Viper這邊是打兩棒棒的 打騷擾型的 並沒有要整裝甲 那這邊馬來人應該還是會走一個 這個工兵路線為主 那前面還是有可能會打 這個工兵吧 之類的 但是這邊P數算很怪喔 23P上封建 這個難道是要直沉嗎 但不可能 馬來23P直沉絕對上不上去的 絕對是跳成跳到腿斷掉那種 直接投破血了喔 絕對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這個有點差不太出來Viper的想法 23P上封建 讓時間偏晚對方刺頭都出來了 而且自己的刺頭還是三攻 好這邊爭取一下時間 讓這邊棒棒可以殺到一村就很賺 哇一棒尻死 這個很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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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OK那這樣Viper就不愧了 這兩棒棒至少拿到一村 好刺頭直接硬砍了上來 因為對方已經算到封建 10代 刺頭殺傷變武功 而且有這麼多隻也沒問題 好 Viper這邊先頂一下這個長槍 並先來防守 轉手為攻 如果是要這個打法 那這邊很標準點下他的專屬打法 一擊農一擊木 在撒第一片農田之前就點下一擊農了 我也會比較建議有 新手玩家們也是去打這個打法 會比較容易讓你打出成就感來 如果你類似用 那個黑辣的打法 不點一擊農的話 我保準你會達到華野人生 你會覺得 幹為什麼對方經濟這麼好 然後自己經濟這麼爛 對方兵超多我自己超少 最主要就是因為經濟控不好 那Viper的打法就是比較偏向 經濟控得很好的 那種玩家 既然他能當世界萬金 那一定有他的理由 那他的理由 我個人個人觀察出來的結果 就是他特別會農 因為其實這種RTS遊戲 像是星海爭霸之類的 其實是沒那麼注重經濟的 我會這麼說是因為 沒那麼注重經濟是因為 經濟很容易就控好 開礦來說會比較困難一點 在星海爭霸來說 但世紀帝國來說的話 這個經濟調整前中後期 這個經濟搭配算是很複雜的 比星海爭霸還要複雜 因為星海爭霸的經濟學 就是單純的一個人採氣啊 兩個人採氣 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個別資源 就可以去完成的 但是世紀帝國的資源分配 是你要精準到幾個人挖木頭 幾個人挖黃金 幾個人種田 幾個人伐木 幾個人挖石頭 才不會影響到經濟 這個非常極端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學世紀帝國的話 最好是把這個 經濟分配稍微記住一下 封建時代的話大概配九人 如果你怕你自己農田撒太慢的話 可以鋪到十人 我會建議新手們 就一律配十個人會比較穩定 因為你配這個九個數字 不太好記之外 而且很容易會自己 因為常常按太多冰啊 然後導致木頭不夠撒田之類的 或是房子不夠蓋房子 那我建議新手 房子一律就直接蓋好蓋滿 就不要去省 不要去省那個木頭 不去把這個牆補上房子 讓對方很容易木牆打進來 好那這邊 Jodan拿到了一點優勢 直接殺了兩村 能在Viper手中拿到兩村的男人 並不多 那Jodan這邊辦到了 Jodan這邊也不愧是Viper的隊友 一定的實力在 那目前看起來 Viper還是要一個小微開農 那這邊是六個人伐木 這裡配到了四個人 標準十人伐木 這邊長槍兵過來戳一下嗎 戳不到戳不到 這邊再繞一下 那這個果子建議還是要吃完 畢竟免費的很香 很像現在世界 免費的最貴 但四個人裡面免費的就是香 像這個肉啊豬啊 能吃完就吃完 盡可能的多吃一點 好這邊圍一個 你們看到這個村民 在這個角落 直接圍了一個城門 想要來賭對方的路 然後拉長槍兵去衝刀 但沒有衝刀有點可惜 Viper都是用這種小細節去秀操作 非常兇狠 好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看起來這個封建時代 應該要度過了 直接上城堡時代來看 這邊有點小小發呆了一下 好這邊直接把挖骨子的 全部去掏金 這邊有可能是要打雙射箭場 或是直接打這個 騎士先前壓 或是馬來大象 都有可能 但我目前感覺 這個打工兵還是比較 比較切實際 打大象的話 其實第一時間有點難反擊 就是移動速度慢 容易打不到東西 這邊村民數量有點多 直接反擊成功 毛兵這邊小打小鬧 Viper這邊外側 基本上都圍好了 這個房子應該也可以蓋好 好剩下兩隻刺頭 能做到事情其實有點少 這邊點一下 攻擊 難道是要打步兵常見兵爆嗎 這個看起來很有料的打法 好 外側這邊工兵到前線 殺掉了一村 賺到了 這個少量工兵直接換掉 好 撞了步兵升級 等到了城堡時代 直接按下棒棒 兩軍營 哇 這個是新Meta嗎 城堡時代步兵爆 好 這邊補一個成本 是要來這個木牆低調 讓兵可以出去 然後讓自己沒有漏洞 OK 好城門出好 裝甲步兵出門 這邊對手就能看到對手 欸 Viper怎麼在出常見兵 他一定覺得有點納悶 怪怪怪的 這個是新戰術嗎 但是Viper會在比賽打中戰術 就應該不是在實驗了 可是真的覺得這套打法是有料的 才會這樣打 那馬來人打這套有什麼強大的地方 就是他地龍時代就是強制增兵 不用黃金 因為他在城堡時代如果打常見兵的話 上地龍時代 這個能力馬上就可以讓他使用 免金的這個雙手劍兵 怒靠一波 就是一個出兵的流暢度的一個選擇打法 這邊Viper還是很標準的 自己開出了二級農 然後TC 3TC也開一下 OK那二級農待會應該也會補 要不要買賣一波呢 好這邊是決定買了100肉100木 果然還是有買賣 這個黃金喔 其實大家不要一直覺得 這個黃金一定要出黃金兵喔 黃金兵也可以拿去買一些肉跟木頭 去點那個科技喔 或是開TC喔 其實都很實際喔 或是讓自己不斷存喔 我覺得都是蠻OK的 看這邊Viper又是買了100石物喔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自己沒有肉就不能點這些科技喔 你的黃金也是可以拿來做這些事情 雖然感覺上會很虧喔 但其實在一些關鍵時刻 或在一些營運上來說的話 買賣其實是會讓你經濟更好的一件事情 好這邊直接拷個一波 有二防的關係 那這個時間點喔 一定要打二防 因為對面出毛病的關係 打步兵其實會有點傷害 除非是對面都打這些騎士喔 或是打一些奇怪的打法 騎士步兵的情況下 才可以去優先升攻擊 不然對面出毛病跟攻兵的情況下 還是要優先升防禦力喔 這邊直接招一下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這個聖鋁應該也跑不掉了 直接靠爛 但是又被招了一隻聖鋁 這個聖鋁又招了一隻長線兵 長線兵這樣一來一往 其實有點傷喔 長線兵回頭搓個一波 把馬給搓死 當然這邊立陶宛 Gordon 已經轉出了自己的奴兵 奴兵二級色也補下 那立陶宛的奴兵是偏爛的 因為他沒有槍奴可以用 雖然有拇指環 但我不太建議 到電用時代還是要轉火槍比較好 所以這個奴兵只是暫時的 先暫時堪用 反正電用時代也可以打這個戰毛兵 對不對 這邊稍微反擊一下 稍微減速 看一下細節操作怎麼打 OK這邊第一時間把騎士送掉了 造了一隻 民兵 這邊顯示錯誤 高地 一個高地堡 位置蓋得比較微妙一點 如果是我會想要蓋這個位置 但這個地方如果是軍事沒有贏的情況下 是不要往前蓋比較好 蓋這個位置相對保守 而且也算是門面的位置 還算不錯的 並不差這個位置 這邊本來想蓋工程器製造所 在這個高地裡 結果看到viper這邊蓋了一棟城堡 所以這個工程器製造所只能往上蓋 蓋這個位置 其實在這邊插一座寶也是蠻OK的 可以直接打到viper這個地方 所以viper這邊再插一座城堡會更好一點 這邊點下了神聖思想 增下了色隱的血量 還點下了卵甲技術 防弦先上遠防是4 弩兵的話 城堡是大概7攻 就代表說 你現在一隻弩兵射常見兵 只有3滴血傷害 其實並不多 這個卵甲技術確實給步兵 存活率大幅提升了一些 這邊是利用森林去著想對方的村民 讓對方沒辦法好好的去著想 去蓋這些防止防守 viper這邊幾次有收村 這邊可以考慮補一棟城堡 來防下主堅跟三個TC 跟中間主農田的部分 但如果能蓋這個位置其實是更好的 但這個位置 畢竟沒有第一時間能蓋下去 這邊應該可以敲個BK OK 果然敲下來了 好 村民這邊互打 森林治癒再招 森林治癒再招 森林要往回拉嗎 也是要稍微想像 要繼續進攻還在防守 這邊決定不繼續進攻了 要來去解決這坨兵力了 好 Viper這邊很濃喔 二級濃 三級死 連手推車都補下 巨濃打法 這邊可以考慮稍微斷一下兵 用現在現有的兵力喔 去撐到Devoss再點出來 再繼續爆兵喔 村民術已經來到121吋 村民術已經大補領先 Jordan30幾吋 這邊常見兵 這邊護砍 這邊軟甲技術點上來之後 很能打 你看 這個老頭直接點掉 全部被點掉了 這個奴賓有打這個關鍵的老頭 然後騎士再回來 這個是細節喔 你們剛才已經說 為什麼他這個騎兵 要一直到後面老 最主要是要躲避這個老頭的招響 射程 好 那Jordan這邊細節控制還不錯 直接反打了Viper的老頭 加上常見兵爆的這一波的兵喔 好 那第一時間下Jordan 點下了這個帝王時代喔 但生物的部分 不知道有沒有剪得齊選喔 剛剛沒有注意看 喔 拿到兩個生物 其實還可以喔 當作三級攻的概念 那Viper則是拿到兩個生物 還有一個生物 在Viper在他的領地喔 哇 那這樣馬來人 應該是有機會打的 因為利桃圓通常沒有拿到三個生物以上 勝率是 可能不滿50%的吧 有人去紀錄這個 但也有點久的紀錄了 這是那個利桃圓剛出來的時候 拼音說只拿到兩個生物的利桃圓 勝率不會有50% 拿到三個以上的利桃圓 勝率高達670% 這個勝率蠻極端的 也有可能是心態的問題啦 因為有些玩家覺得 幹我只有拿到兩個生物 一定打不贏喔 只是普通騎士的傷害而已 然後就不斷投耶 然後拿到四級 三個生物四個生物的玩家 就會覺得 幹我現在攻擊這麼高 勝率超高的耶 怎麼輸 這種感覺 那以前利桃圓是可以拿到五生物的喔 直接加五攻的 這個傷害有被修正喔 只能拿到四個 真的是經歷太多版本了 很多以前有趣的事情 要把它跟大家一一講解 好 這邊城堡蓋在下方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不錯 但能蓋起來嗎 這邊城堡直接 拿了兩個村民 蓋了圍牆 但是這邊直接插箭塔 要來防守 繼續蓋 好 主經挖完 野經也沒有辦法繼續挖 投石車高打第一TC TC應該很快就被解掉了 好 剩到帝王時代的利桃圓 點下了偵面技術 但VIPER這邊是馬來人的官校 生時代非常快速 直接追上來了 時代差距大概只差了15秒左右 便不會太久 最近投石機直接補上 抓到勇士點下去 抓到配長槍兵的打法 來看一下這一波的交戰 看起來 有點有料 但是應該打不贏 抓到實在是太薄弱了 直接被射掉 這我就說嘛 是不是 現在這個META 你點抓到 就是在送 看到沒有 連世界冠軍都會送了 真的沒有在騙你們 點抓到真的是在送 合理送 送好送難 這個城堡還是想要硬蓋起來 又拉了一堆村民 成功把這個城堡頂下來了 後面直接開下一個大學 這被燒到蓋什麼 點火炮嗎 有點像喔 馬來這個火炮看起來是有點像 再蓋一個BK是不是 然後再蓋一個採光土地 熱血開歪火炮反擊 有點有畫面 但是下面有足夠肉 化學需要300肉 好 知道自己沒肉馬上補農田 MIP就是這種經濟型玩家 缺什麼就補什麼 立刻執行 木頭也太多了吧 哇 上億人挖木 35個人 這邊MIP經濟有點失調 在稍微微調一下 可能經濟會好一點 好 軍銀頭巾直接護閘 這坨兵依舊還沒解掉 真的是有點難受 好 長牆兵努力解 能解得掉嗎 把勇士繼續按 找到15隻 想要堆積一下數量 好 三攻趕快補 對 這個三攻趕快補下 帶會出這個 不用黃金的 中手劍兵 加上 爪刀的話 攻擊都會吃到福利 有 長牆兵也是 OK 這邊應該解掉 數量夠多了 好 解了七七四十九天 終於把這一坨兵給解掉了 好 木頭 37個人挖木 木頭果然爆開啦 把牆兵這邊經濟沒有調好 這裡可以大概拉一半的人 直接來挖礦 但黃金現在也很多 現在確實是木頭 喔 是肉啊 確實是肉 好 更多爪刀出來了 看來牆兵鐵的心要來打爪刀 那有可能會點精銳喔 那立陶宛的列提斯打爪刀 其實就沒有那麼有優勢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爪刀的防禦力本來就不高 看他這個數字 0加3 直接賺個3攻的概念 這個數量一多 這個爪刀其實還是蠻麻煩 這邊直接一個足成戰法 利用村民的屍體 蓋好了這個TC 旁邊也補了過來 疾病也點下 鑑魚 OK 欸 該剩的人都有升喔 好 列提斯現在攻擊是13加2 還沒有升攻防 好 爪刀直接手撕城門 好 左邊這棟城堡沒有蓋好 本來想要偷蓋 結果失敗了 再把這邊雙線 宣告失敗 正面擊兵 繼續想要亂戳一波 大學好了 可以轉一下這個 左砲出來了 欸 這邊D門嗎 這是幹嘛 他自己打掉了 好 應該是MIPER打掉了 喔 等一下金冠了 強制徵兵來啦各位 強制徵兵一毫 對面可能就要出大事囉 餐擠把他看 鐵鎧甲補下 OK 巨型投資機開稿 好 還補一下三級射耶 難道你還要轉強奴嗎 還是要來點毛兵 點毛兵沒意義吧 對方毛兵 比較坦 這應該只是單純增加城堡射程 這個準度而已 現在這個時間點轉強奴 對他來說不是很有利喔 好 那上方這邊空除一空還不錯 這塊野精還沒有吃 好 果然點下金銳爪刀了 沒想到他真的點 好 爪刀跟雙手劍兵 直接補下 金銳獵體絲也好了 獵體絲16加2 攻擊力還沒有補完 好 那至少 獵體絲攻擊力可以到20攻 爪刀勇士 金銳版本 我記得血量也沒有到 應該只能彈兩下吧 對兩下 40滴 他剛好20攻 無視人家裝甲 40滴剛好兩下頂掉 兩下直接死去 這就是爪刀 好 但爪刀一直有12攻 其實還蠻痛的 因為騎士的傷害也是12 基本傷害的話 重張騎士12攻 爪刀造價又便宜 其實這個紅利吃起來也是蠻爽的 好 這邊立陶宛決定不打正面 先去圖 VIPER的村民 這邊直接農田開打 開始頂了這些村民 村民只要兩下就死了 很痛很痛 一直頂一直爽 有女村民也不放過 頂幹女村 男村 民 好 好 這邊直接 這邊擠兵 加爪刀硬上 但正面的兵明顯打不過 這邊只能用自己的立陶宛的 列提示 到處騷擾 好 補下了塔盾技術 跟這個彈道學 但現在點這個塔盾意義不太大 因為塔盾是加遠防 進防是吃不到的 所以點這個塔盾 可能是點 點個心安的吧 好 雙手劍兵 加上長槍兵的組合 順利也解掉了 那現在VIPER每一隻的雙手劍兵 是都不需要黃金的 只要一直瘋狂的爆雙手劍兵 基本上Juden就要Stick Bye 那我覺得Juden這邊要趕快轉出火槍來 怪我比較好 火槍打破兵多好用啊對不對 那這邊還顯上二級農三級木 轉戰嗎 可能黃金數不太夠 投資太多資源在立陶宛的列提斯上面 這個列提斯造價也是蠻貴的 我們看這一波交戰看起來還OK 並不會太差 好 列提斯正面硬扛下了奇兵 跟雙手劍兵的傷害 但這波第二波能擋下來嗎 感覺有點困難 因為自己列提斯的數量 已經被減弱到只剩下四五隻 這邊就能打出了GG 有點突然 但沒有辦法 這個確實也沒得好打了 火槍轉出來時間偏晚 然後自己投資太多資源 在立陶宛的列提斯上面 所以導致自己沒有足夠的經濟可以轉變 所以有些高手 你都會先存一些黃金 再試著去轉變 或是再出一些工程器 給對手最後一級 那我覺得一些存一些資源 是相當細節的 但這場沒有辦法 BIPER這邊控金控的蠻早 這個金插去之後 他的附金 這塊金是沒辦法挖的 這塊金很重要 然後這根城堡也給他壓力 所以他金只能往外挖 那往外挖結果 後面的金也挖完了 倒是他這裡也沒有多餘的金控可以挖 那這塊金也是被BIPER控住 所以 真的沒有多餘的黃金可以轉火槍 反而是BIPER這邊控圖扣得很好 城堡都插在比較有影響力的位置上 我覺得覺得蠻可惜的 這裡應該是有機會打得贏馬來的 現在馬來帝王時代之後 真的是蠻好用的 不管是這個折扣大象 跟免費的這個 免金的雙手劍兵 都會打造不錯的效果 好 強弩啊 或是雙手劍兵 這是他的關鍵重的關鍵 然後現在雙手劍兵 又可以吃到他這個軟甲技術 所以這個雙手劍兵 又變得更強了一點點 我覺得這次強化 真的強化了很多這種 這個步兵文明 像馬來 但是很奇怪 這種哥德 卻沒有軟甲 真的很奇怪 這個步兵文明 應該大部分 主要為步兵文明 應該都是要有軟甲 但是像哥德爾之類的就沒有 反正是先馬來人 好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 是由 Viper 贏下了一點食物上的優勢 食物贏了大概 哇有點多 快要八千 七千八千 那其他經濟其實差不多 而且時候還贏很多 就知道 Viper這邊真的是超級濃 兩邊都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就是單靠自己的 農的這個經驗 很明顯 Viper是有一定的優勢在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